华尔街日报周四报道 举知情人士透露 马蚁集团正计划转为 由中国央行监管的金融控股公司 一缓和监管层 要求其全面合规的压力 据报 中国央行行长易刚 在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 达乌斯议程对话会上 回应马蚁集团是否会恢复IPO式表示 我想说 遵循正常的法律程序 将会有好的结果 蚂蚁集团成为由央行监管的 金融控股公司 意味着什么呢 华盛顿战略与信息研究所长 李恒青认为 蚂蚁平台最有价值的是 数亿客户的交易信息 将被监管部门掌握 而蚂蚁的小微贷款 短期贷款等服务 后续可能被取消 一旦全部被中国人民银行 或者其他的兼管部门 全拿走的话 蚂蚁就失去了 它原来的所有的创新的力 蚂蚁在以后 也是只能做那些话 别想到过去时间 自然还做了 李恒青认为 一旦失去了创新能力 丧失了民企的活力 可以说蚂蚁死了 新唐记者林晨新 孟慈慧 刘芳 蔡宏报道